那么第二个方面 第二点 我们从立宪派议员 他在资政院当中的 这种政治表现 从这个层面 来分析他们的历史地位 和历史作用 就是从他们这个 立宪派议员在资政院当中 他们的政治表现怎么样 来看看他们这种历史地位如何 历史作用如何 那么这个资政院成立之后 那么作为清政府是希望 要进一步的贬低 资政院的地位和作用 希望把资政院办成什么呢 办成敏除成见 奋发工心 为朝廷 劫协赞之中的 这么一个 御用咨询机关的 这么一个作用 就是清政府有什么事情 去咨询你 那么这资政院呢 要奋发工心 是吧 要协助 要赞成 是吧 要帮助清政府 那么希望这个资政院的议员 能够变成一种什么呢 竭 竭尽忠诚 恪守秩序 恪担义务的一个中顺臣民 你要什么呢 要对清政府很忠诚 恪守秩序 遵守封建的 这种专制制度的秩序 恪担义务 你作为一个公民 应该承担什么义务 是吧 希望这些议员呢 做这些中顺的一个臣民 那么但是 这个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先派议员 那么他们却真诚的希望 在资政院当中 实现立先政治 力图按照本阶级的面貌 按照本阶级的政治需要 去改造资政院 那么这些立先派议员 他们相信自己在法理上 具有一种神圣的一种地位 什么神圣地位 说他是全国人民代表 他们希望利用资政院的 这种法律的 这种一决权 利用这些权利 是吧 按照西方私利产基地的 三权分立的原则 去监督政府 批评违法乱权的 这个地方都府 弹劾军机大臣 甚至去论博 去议论清朝皇帝的这个上誉 那么他们所提出的议案 所议决的议案 是吧 不但对于广的人民群众 进行了一些民主的教育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动摇了秦王朝 这个专制统治的权威性 是吧 一个方面对人民群众 是一种动 是一种启发 一种教育 那么同时又动摇了 秦王朝 他的政治上的这种权威性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也可以呢 和以前的这个秦王朝历史啊 那么做一个比较 那么在这以前 在秦王朝历史当中 也发生过一些御史言官 去弹劾军机大臣 批评军机大臣 那么也有一些 秦政府的官员 是吧 去指责清朝皇帝 某些做法不正确 叫做行政失措 也出现了这些问题 那么但是那个时候 只不过是他们一个个人的行为 某个御史言官 个人上斗折 是吧 是个人行为 而且不具备阶级之争的色彩 他不是说这个阶级 对那个阶级的一种斗争 是吧 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官员 对清朝皇帝 对清政府某些做法不满 提出批评 那么但是在这个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宪派议员 他们对于政府的批评 对于军机大臣的弹劾 对于这个上誉的这种批评 他是作为什么呢 是作为一个民意代表机关 对政府的批评 他不再是个人的行为了 他是作为一个民意代表的一个机关 那么对政府进行批评 那么在这个批评当中 是吧 他带有了明显的阶级之争的色彩 代表了什么呢 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 一种政见上的一种分析 那么这些资产阶级立宪派 他们追求的呢 是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的原则 那么也说 资政院当中这些立宪派 和亲政府和亲政府官僚之间的 这种分析矛盾斗争 或多或少的带有了 两种制度的斗争的这种色彩 和以前亲政府内部 一些预示言官批评某些人 他的性质是大不一样的 那么正因为这些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宪派议员 是吧 他们带有非常明显的 这种积极斗争的色彩 那么才导致了一部分满足亲贵 和一些守旧大臣 对资政院的不满 或者对资政院的批评 那么还在这个资政院召开会议的时候 亲政府内部的陆军大臣叫做殷昌 这是个满足人 还有陆军部的这个傅大臣叫做寿勋 就给亲政府上斗折 或者资政院的开会以来 所益输多于悦 就是资政院所讨论的问题 已经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 所益输多于悦 那么就提醒社长王载风 一定要警惕 说否则的话 你如果事先不进行预防的话 不进行限制的话 说将来国会成立 必至与政府冲突不已 因而酿乱昭亡 如果对资政院不加限制 以后一旦成立议会 那么就导致这个议会 国会从这个政府之间互相冲突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酿乱昭亡 导致亲王朝的灭亡 导致这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他们讲 那么清政府要继续 世界各国的这种经验教训 继续哪些教训呢 他们讲 远则法治路易十六 说远了 就是法国那个大革命的时候 是吧 法国人民把这个法国 那个国王路易十六 送上了断头台 是吧 远则法治路易十六 尽则土耳其葡萄牙 皆我之因见也 那么因此 是吧 那么很多人 那么对这个资政院 都进行了批评 还有人讲 说这资政院的议员 就像义和团匪一样 说这资政院 是吧 是妨碍行政 那么就要求清政府 要重新修改资政院的章程 不能够再给资政院 这个议员呢 这么大的权利 那么这些这个守旧派官员 是吧 对资政院的这种批评 那么很明显 他是有些夸大其词 可以说危言耸听啊 或者是攻击污蔑啊 是吧 很明显带有这种色彩 那么尽管他是污蔑之词 危言耸听之论 是吧 那么他对于当时处于资产阶级革命 和资产阶级立宪派 双重冲击下的清政府而言 那么对于清政府的这种振动 影响是很大的 就是清政府 听到这些议论之后 就是难免有卑躬舍影之精 卑躬舍影 就难免有封城鹤立之忧 是吧 他就是清皇朝的统治 已经非常的 趋弱了 是吧 他听到这些警告 那么必然对清政府 产生很大的这种 政治上的一些触动 那么因此 资政院第一次查年会 后来避讳了 避讳之后不久 清政府就颁布了一个上运 说什么呢 说自政院的政府议长 普伦 还有这个孙家奈 是吧 不能够震慑议员 就是他镇压 管不住这些议员 是吧 他不能够很好地把握住 这个自政院的 是吧 这种政治方向 把握不住这些人 结果这些自政院的 明显议员 是吧 到处提议案 对清政府进行批评 就是他们失职了 那么因此 就把他们撤职了 然后呢 改命世序和李家居 为自政院的政府议长 而且在1911年5月 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 那么在武昌起义之前 前五个月吧 1911年5月 修改了自政院的章程 把自政院章程修改了 那么他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什么呢 就是取消了自政院的议员 请求召集临时会议的权利 就是原来这个自政院议员 还有一权利 就是说有什么事情 是吧 要求召开临时会议 就除了每年的常年会之外 国家遇到什么助纳问题了 要求召开一个临时会议 是吧 那么清政府就担心 这些李先生派议员 是吧 通过这种权利 召集临时会议 又向清政府提出很多政治要求 取消了这些自政院议员 要求召开临时会议这种权利 他就规定 规定什么呢 在自政院会议期间 要改变这个议程 改变这个议案 必须呢 由行政衙门同意行之 那么这个很没有道理了 按照这个君主立宪政体 是吧 那么这个立法机关议院 和行政机关政府 他们是互相监督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规定的 这个资政院 是吧 如果说改变一些议程 要通过行政衙门的同意 那他就完全是失去了 这种立宪的这种原则 是吧 就是加强了 亲政府的 政府官员的权利 而进一步的缩小了 资政院的权利 那么他 亲政府之所以 之所以说 这种改变 是和这个资政院 这些议员 在这个资政院当中 所发挥的政治作用 是吧 有着直接关系 亲政府认为 这些立宪派议员 在资政院当中的一些主张 危机到了 他的统治 那么从这个方面呢 也可以反映出 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宪派议员 他们在政治上 在历史上呢 他的一些地位和作用 那么关于立宪派议员的 这个历史地位和作用啊 我们前面从两个方面 做了一些分析 那么一个呢 就是从立宪派议员 所提出来的 这些个议案 他的价值这层面 来分析 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从立宪派议员 在资政院当中的 这种政治表现 从这个层面 来分析 这些立宪派议员 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下面呢 我从第三个方面 来分析 立宪派议员的 这个地位和作用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是要从资政院 这个立宪派议员 他的特殊的 这种政治身份 从这个层面 来分析他的 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 那么这个立宪派议员呢 在这个资政院成立之初 他们对于资政院 对于亲政府曾经抱有很大的希望 那么他们呢 就准备要在资政院当中 是吧 要切切实实地做一些事情 要打下身手 是吧 要为这个中国这个宪政的 这种建立和发展 那么做出一些实事来 那么但是在第一次 资政院会议期间 亲政府的很多做法 是吧 那么使得这些立宪派议员 感到非常的失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亲政府的这种 敷衍的做法 是吧 这个不尊重资政院的做法 使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宪派议员 那么受到了很大教育 那么这个立宪派的喉舌 时报 他在1911年5月 发了一个社论 发了一篇评论 这个评论就讲 说这个时候国内的立宪派的 这些政治态度 和去年相比 发生了很大变化 指了和我们所讲的 这个1910年11月 这个资政院会议 和这个时候相比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 国内的这些立宪派 绝不重视资议局 资政院议案之准备事业 这些立宪派不再去把经历 放在资议局的议案上 去准备 准备资政院的议案 为什么呢 他说原因就是因为 在经历过历史失败之后 民党已深知 资议局 资政院之不足次 人们知道了 资政院 资议局都不可靠 不能够依靠 故嫌趋于自卫之意图 那么也就是说 在资政院会议期间 清政府标榜的这个预备立宪 已经濒临破产 那么立宪派和清政府之间 这种政治裂痕 在逐渐就加大 那么立宪派和清政府 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这个日子 很快就要到来了 那么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宪派议员 是国内外立宪派的 一个方面军 他们同其他的立宪派一样 也具有一定的这种妥协性 那么这种妥协性 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既渴望 要变革封建专制政体 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既希望参加国家政权 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但是呢 他又不敢采取断然的革命的 或者暴力的手段 去积聚的争取 而是热衷于什么呢 热衷于合法的政治抗争 合法的政治抗争 就希望通过一种 合法斗争的手段 从清政府那里 获得一些恩赐的权利 那么但是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宪派议员 和海外的立宪派 和国内的其他的在以的立宪派 他的政治身份上 又有一个很大不同 他们对立宪派的一个方面 他和其他立宪派一样 都有具有妥协性 软弱性 那么但是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宪派 和海外的抗议委 梁启超这些立宪派 和国内的其他的在以的立宪派 在政治身份上 又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的政治身份 决定着他们在 晚清这个政局当中 发挥着不同的政治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对比 1907年10月 梁启超在海外 成立了一个立宪团体 叫做郑文社 那么到了1908年3月 郑文社从海外回到了国内 而且派人到各个省 去建立这个分社 那么这个郑文社呢 就要求新政府 要尽快的实行宪政 改行宪政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立宪团体 清政府决定 立刻毫不流行的 给予打击 给予解散 那么在这个1908年的7月25号 清政府就颁布一个上誉 这个上誉当中就讲 说郑文社当中 这些成员是良又不齐 有好人 但也有很多坏人 良又不齐 且多曾犯重案之人 其中有很多人 是犯有重案的 那么就在这么种情况之下 把郑文社的社员 作为清政府的 这个法部主事 陈景仁革职 那么初步开始 打击这个郑文社 这是7月25号 8月13号 清政府再一次颁布上誉 这个上誉当中就讲 说郑文社 内多悖逆要犯 有很多人 是反对政府的一个要犯 悖逆要犯 纠结党类 脱明研究实物 阴途煽乱 扰乱治安 扰害治安 说郑文社当中 有很多人 是吧 都是一些危险分子 是吧 纠结党类 是要扰乱社会治安 就命令各个省的 总督巡抚 北京的这部军统领 要严密查访 认真查进 就颁布一个命令 要彻底的取缔 郑文社 对于海外的 堪梁的郑文社 毫不留情 给予打击 那么对于国内的 其他的一些立线团体 你比方讲 那么在上海成立的 预备立线工会 在湖北成立的 这个宪政筹备会 对广东的自治会 对贵州的这个宪政预备会 等等 那么清政府呢 或者表面上 是吧 给予称赞 或者呢 给予了这个承认 没有给予 这个公开的 名目扎乱的打击 但是清政府 在他的思想深处 仍然把这些立线团体 看成是一种 一级的阶级力量 他并不是很认可 这些立线团体 那么但是 这个资政院就不一样了 那么在这个资政院 设立之初 那么清政府确确实实 对资政院当中 这些议员 寄予了非常大的政治希望 那么因此 资政院当中的 这些立线派议员 他就出于一种 半在朝半在也的 这么一个社会地位上 他就一个特殊的 政治身份 半在朝 虽然不完全是 清政府的官员 但是是清政府认可的 这么一个国家的 这么一个机关 资政院当中的议员 那么也就是说 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线派议员 是处在一个 更合法地位上的 一种立线派力量的 集结